一直煮煮到最後一鍋 快要熟成以前 要一直攪拌 它的糖漿給它弄一些上來 馬上放到水裡面 它的硬度、脆度 到了熟成以後 倒在操作台 一直翻角 讓它冷卻 然後就變成了黑糖 黑糖 有兒子的記憶 因為時代慢慢的變遷 經濟越來越好 好像台灣人就把那個黑糖都給忘記 製糖的這麼多流程 我的人生一直不停地在重複這麼多件事情 我們要種甘蔗 我都開玩笑說 我要去照顧我的甘蔗寶寶 以前一般民生的糖的使用都是以黑糖為主 農曆過年都需要做一些地瓜、法瓜 都是用黑糖去做的 那時候因為這裡沒有道路 又在深山裡面種甘蔗做黑糖 好像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在深山裡面 在深山裡 一般的日子 在深山裡 現在雷山裡 我爸爸是因為那時候的糖很搶手 如果你去幫忙的話 可能就比較容易買到糖 那時候我還很小 媽媽帶我過去拿個竹筒 去裝半熟成的糖漿回來吃 那個真是人間美味 在民國85年參加社區營造 那時候我就在想這個黑糖 好像台灣人就把那個黑糖都給忘記 然後出國旅遊 去他們買日本的沖繩黑糖回來 好像這個黑糖還滿高級的 我就邀請四、五個 就去租一塊地,就種甘蔗 第二天就開始摸手去做黑糖 一步一步來 第一鍋煮起來就太硬,好像不行 結果去問這個村子 你呢,老一輩的 他有去做過黑糖的 他說不能煮那麼久 製糖首先是先乾甘蔗 再回來就先榨汁 榨汁以後就初步的過濾 煮廢以後就把那些雜質全部去除掉 然後再輸送到靜置頭 靜置沉澱 然後就要開始煮這樣 一直煮,煮到最後一鍋 快要熟成以前 要一直攪拌 他的糖漿給他弄一些上來 馬上放到水裡面 看他的硬度、脆度 到了熟成以後 倒在那個操作台 一直攪拌 一直攪拌 讓它冷卻 然後就變成了黑糖 你要去當一個糖師 你要去了解不同土地 做糖 西蜜糖絲 金火火 枝土麥 有一邊是比較黏土 一邊是比較沙土 做出來的黑糖 口感、香氣、顏色都會不一樣 那個除草劑噴灑下去 慢慢覺得這個土慢慢變得很堅硬 一定是傷到土地了 吃的東西這是良心的嘛 對不對 因為黑糖我們自己也吃 你弄那個不好的東西給大家吃 良心不安 當年是過年的時候回來 那我媽跟我說很累 我就看著她的白頭髮 好,那我回來 其實剛回來 比較年輕 脾氣都會比較沖一點 這好像一般父子的 常見的那個狀態 我都已經忘記 我那時候怎麼撐過來的了 現在去回想 從小到大 其實父母都是很認真的在工作 原來這個對我的影響 是潛移默化的 那就慢慢去磨合 回來幫忙 就是多了兩隻手臂 就是要慢慢去摸手 不怕跌倒 對啊 我跟家人在養育 這個黑糖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成長 它不是只有虎口而已 我覺得它讓我們家變得比較完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要把水管 就是要刷的水管 所以我們會看到 水管的水管 是有很多水管 那些水管 就是能力 有很多水管 所以我們在蒸泳 用水管 就是一個水管 的水管 是有很多水管 就是要從水管 但是我都不想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